老花一美的一答 回答一下臭宝门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话说 老花一你看我稚子花 长出来叶子还发黄 没有用硫酸亚铁交呼之 花也不开真仇人 硫酸亚铁这个东西 你就把它想象成什么呢 人贫血的时候吃的那个铁片 对吧 你想想为什么 好多人让你用硫酸亚铁呢 是因为稚子花爱得黄化病 得黄化病的一个主要目的呢 就是披制值过高而营养不良 导致的黄化病 到人身上就是胃酸分泌不足 消化不良导致的贫血 那铁片就是这个道理 你现在这个稚子花带着花苞 就相当于一个人怀着孕 像稚子花现在带着花苞的时候呢 就像我大舅嫂 是不是大了 吃着铁片 老花一你看我媳妇 我现在去怀孕了 我给她吃着铁片了 孩子那个脸浪黄浪黄的 孩子也生不下来 你有啥用啊 你该吃饭吃饭 植物的四肥像人吃饭 你用肥料这个时候 是用磷酸亚银甲 用一些磷肥 你该给出光照给出光照 你交流三亚银有什么用来 交流三亚银 你把流三亚银全用没 它也不管用 你没找对地方 就跟人吸收铁是一个道理 下个车保说 我买了半个月的五花果 出现小黑点了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一般的小病菌 这个问题不大 不多的话就一个两个 你就不用管它 或者说剪掉 喷点杀菌药都可以 就给出光照 五花果这种 在我们山东地区都可以地带 它喜欢光照 喜欢光照它 这就是有点缺光 有点小病害 喷点杀菌药 下个车保说 纸筒咋了 买两年了 出牙碗 黄叶钓叶不开花 黄叶钓叶不开花 这种就是黄花病 就跟刚才说的 那个道理是一个道理 就是因为这个 营养流失 营养不良 就因为这个事 现在能做的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卖的 我们有这个反肥水 如果说不想用的话 你可以用点硫酸亚银 再从粪坑里边找点水 再用点杀菌剂 一块对着往这个土里面逛逛根 当然了用反肥水的同时 也要用一些杀菌药 来逛一逛根 一块进行 黄掉的叶子 已经不可能变绿了 好吧 然后呢 你可以修剪一下了 别让它这么长了 今年让它新长一长 这条吧 这些个也是浪费营养的存在 新长的话比较快的 一年都能长老长了 下个臭宝说 鸟巢觉得叶子特别瘦 而且胶边不长怎么办 持续大概一年了 能适当的给一点点肥料吗 就是我能求你一下吗 给点肥料 稍微给点 别给多了 然后呢 别爆菜 别爆菜 好吧 它不喜欢强光的爆菜 浇水的时候 默默盆土干了再浇 不干别老浇了 行吗吧 别的没啥啊 现在我说 前段时间闷根了 打了一次额梅灵 现在呢 绣球吗 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别强光爆菜啊 露天阳光半日照 阳光有点强 绣球的一个日照 用人的皮肤去感受 你觉得热觉得晒 他也觉得热 觉得有可能晒焦 如果你觉得很舒服 就很舒服 它需要通风好一点 浇水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摸一摸盆土潮了 叶子稍微发暖了 浇水就行了 下一个臭宝泼 老华一啊 这个看起来像苹果的庄子 是啥呀 我也没看出来 我看了一下 然后呢 他说状态怎么处理啊 最好的状态 现在是放生 什么叫放生呢 就是你给它 种到地下去 这种情况就不治而遇 好吧 如果说你盆栽 想要给它养好的话 首先 你那个盆用的太深了 它容易闷根 就是不透气 不透气不长根 不长根 它怎么长一样 对吧 再一个呢 光照和通风 要同时给上 再来点肥料 如果说你不想 浇成的话 你就地灾地灾的话 就解放了 那么现在就在盆里边 有点受限制 有点缺水料 好了 每日一达 今天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什么养花问题 视频下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我是老华一 养花热议 白了